向镜头前面一起比个赞 立法院长游锡坤 深策会会长汪启慧 以及多位一届人士排排站 宣告2022医疗科技展 将在12月1号开展 那第一个就是要让全世界看到 台湾的这个医疗能量 第二个目标呢 就是要推动这个跨领域的合作 那第三呢 就是要引导这个国人 布局精准到健康的未来 在各位专业步话之下 2022台湾医疗科技展 正在为台湾下一代 护国神山打造产业技术 和人才的竞争力 共同逃向医疗数位转型枢纽的目标迈进 即使去年受到疫情影响 人性超过600家海内外医疗院所 1850个坛位 参展人次超过18万人 是疫情下亚太唯一规模成长 超过15%的会展 今年医疗科技展则聚焦在精准医疗 智慧医疗及全民大健康 这些都是我们的强项 在过去几年我们一直推动 ICT产业跟医疗的结合 让大家展现说 这些医疗的这些科技的发展 已经可以实际应用在病人身上 所以今年的展会是以会以这个为主题 意见的未来当中 台湾的科技领域跟智慧医疗上面 如果能够强强联手 我觉得可以让台湾的智慧跟科技医疗的产业 能够在国际有更多发光的机会 随着国际松绑 欧企会也期待 英里产业走向海外 与国际深度合作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 朱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